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红枣、山药和海参也放下去啦 哇~~ 真的很多料 很香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邱师傅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健康的汤类 金钟山药海参鸡汤 这道汤可以帮助我们的血循环 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而且有美容的功效 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材料 我们有一粒的金瓜啦 这个金瓜呢,目的我们是要拿来做那个金钟的 所以我会把它切开 然后把那个汤放到里面 然后呢,这个山药大概是200克 四粒的红枣 再来适量的姜片,两道海参,还有一根虫 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已经是清理了 没有骨,没有皮的鸡腿肉 那鸡腿肉呢,吃下去就比较滑 好,因为今天我们煮的是健康糖 所以呢,那个皮我就把它去掉 尽量少油就少油 好,那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处理的呢 就是这个金瓜钟啦 金瓜钟很简单,你可以直接 是把它盖开掉,或者是可以弄点花下去 把它重复的斜刀切 如果你要它这个芽看起来是密一点的呢 就切小一点 不要这样密的呢,就可以切大一点 按照你们个人的喜爱就可以了 好,那现在接下来的步骤呢 我们就是要把金瓜里面所有的种子挖出来 好,这个盖呢,不要浪费哦 如果我们是没有吃的话 可以把它打成泥,然后我们可以做甜品啊 或者是滚汤之类的 这里呢,我们就把它再修一修 给它有更大的空间来装它 OK,这样就可以了,金钟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把这个金瓜钟洗一洗 洗一洗之后呢,我们就 滤给它干 山药 然后山药呢,我们就滚包切 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海参了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葱花 最后就是鸡腿肉 鸡腿肉我们就不需要切到太过小块的 OK,好 通常呢,我们就洗一洗 OK,这里我们给少许油下去 我们先煎一煎鸡肉 OK,把姜放下去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加入鸡肉了 先把鸡肉煎香 好,鸡肉煎香之后呢 我们就先加入两汤匙的白米酒 再来600毫升的水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红枣 山药 跟海参也放下去了 然后这里我们先把汤煮滚 加入适量的盐 然后保持沸腾,让它煮10分钟 好,已经10分钟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马上把这个汤 转过来金瓜钟这边了 哇,真的很多料 OK,刚刚好 然后现在我们先把盖盖好 这个部位 然后呢,我们就放进蒸笼里面 蒸它25分钟 好,已经25分钟了 我们先把这个金钟洗出来 哇 好,把金钟打开 再加上少许的松花 好,金钟山药海参鸡汤完成 那么这个金瓜钟啊 就是一个展示来的 如果大家是觉得不需要 或者是觉得浪费的话 就可以放在碗里面 如果是喜欢吃金瓜的朋友啊 可以把这个金瓜 切一小块一小块 把它放下去 一起煮就可以了 那么这道汤呢 是非常有营养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把我的video share出去 给我一个赞 期待你们的同学